大家好 我是Edith 歡迎回來Live Juntling 這次我們要說的可以說是跟手帳有關 但又可以說是跟手帳不是最有關係的 不過我相信如果你喜歡手帳 喜歡文具的話 你都應該會喜歡這件事 我自己買回來的時候都覺得超級興奮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麼就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我先拿它出來 它也挺重的 我搬它回家的時候 真的搬到我很辛苦 那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這件事 整個鏡頭都遮住了 那你猜不猜到它是什麼呢 不是行李箱來的 那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 打字機啦 那這個是我其中一個夢想來的 就是很想擁有一部自己的打字機 我們一起開箱啦 那我這個打字機就是藍色的 那它的牌子就是這個 Cover 而它的型號就是400 嘩 先摸一下 它是用膠做的 就不是用金屬做的 但是呢 我就這樣看下去 都覺得很有質感 而呢 它呢 是 真的 有一些字可以打出來的 聽到聲音嗎 好了 那你會看到呢 這個呢 就是那個打字機的真身 那除了一般的 英文字母 還有數字鍵之外呢 它都有些符號的 那加一張紙下去呢 就在這裡加 那你見到呢 這裡有兩個按鈕 其實這兩個按鈕呢 就像你work的位置那樣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最開頭可以打字的位置 這個呢 就是 段落的結尾的位置 如果你的紙是闊一點的 那就可以移到它很遠 那好像我們用在手杖呢 就會用一些 比較窄的紙 那我就會把它呢 移到它 差不多這樣闊 那我就會對著前面這個呢 這樣放一張紙 捲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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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上去 這裡呢 就有個紅色黑色的帶 其實這個呢 就是色帶來的 那打字的方式呢 就是用機械方式的 那你就要比較大力的 這樣呢 將那個 按鈕呢 它壓過去 例如我現在想打 Rose 就會出了Rose 聽到叮一聲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叮一聲呢 它就是告訴你 提示你呢 這一行呢 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呢 打字機呢 就不同電腦 打不夠的話呢 它是不會幫你退去下一行的 那所以呢 你就要自己遇到對的位了 有一些英文字呢 是很長的嘛 那如果你不夠位打呢 那你就會 整張要由頭打一個 所以它就會有個提示音 告訴你 這一行還有剩下的一個位 這個就有個手柄 這個手柄呢 這樣拍過去呢 將紙就會捲一行 而這樣呢 這裡呢 就可以教行距的 那我們就可以 利用這個手柄呢 將整張紙呢 移過去 以及移上一行 就是這樣 如果我只按這個呢 它就會移上去 不會移到左右的 這裡有兩個黑色的按鈕 一個是闊一點 一個是窄一點的 其實呢 下面的按鈕呢 只要你一按住它呢 上面那個卷軸就會提起了 這個時候你打的所有字呢 就會是大佳 但是我一放手呢 它就會變回小佳的了 如果你按住這個按鈕 上面這個呢 那你打的所有字呢 都會變成大佳的了 那呢 這裡呢 也有一個按鈕 就是紅色黑色 那如果我移到紅色呢 那你就可以打到紅色的字了 那你就可以打到紅色的字了 那在下一集呢 我就會示範一下 怎樣用這一部打字機呢 去幫我們去豐富我們的手像 那如果你都想知道呢 我會怎樣用它呢 那你就留意下一集啦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的頻道呢 就會說一些關於手像的東西 關於文具 關於生活風格的東西 那如果你都喜歡這樣的短片呢 你就追蹤我的頻道 和follow我的IG 可以跟我聊聊天 我會和你分享更加多我自己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話想跟我說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